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过去6年 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2021年两国贸易额超过2450亿欧元 但由于担心对中国的依赖 德国县政府对北京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德国经济部正制定一揽子措施 以降低中国市场对德企的吸引力 相关措施可能包括减少或取消对华投资出口的国家担保 停止在华举办推介活动等 9月14日 路透社报道称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当天表示 德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对华贸易政策 以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和半导体的依赖 并承诺在北京的贸易往来中不再天真 哈贝克对路透社表示 虽然中国是一个受欢迎的贸易伙伴 但德国不能允许北京的保护主义扭曲竞争 也不会在失去业务的威胁下 抑制对北京的评价 他说 德国必须向新的贸易伙伴和地区开放 鉴于许多行业严重依赖对中国的出口 德国经济部正在制定新的德中贸易政策 其中大部分已经完成 在新政策中 你们会看到我们不再天真 哈贝克表示 柏林方面还希望更严格地审查中国在欧洲的投资 所谓降低对华依赖 就是经济上一定程度和中国疏远 乃至脱钩的代名词 任何西方国家说出这种话都是不意外的 尤其是在美国不断调试的情况下 但是任何国家和中国玩这种闹剧都可以理解 唯独德国不应该 因为德国制造 德国品牌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而且未来还能获得巨大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脑子没有坏掉 很显然都不可能与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为敌 去放弃第一大潜力市场 而不去争取 在报道哈贝克的最新涉化言论时 德国电信新闻网13日提及 该国总理肖尔茨主张进一步多样化 舒尔茨在柏林举行的雇主日活动上表示 他反对所有现在提倡去全球化理念的人 我们不会那样做的 他解释说 在南美洲 非洲 特别是亚洲有很多有影响力的国家 应该继续合作 8月 在德国总理夏季记者会上 肖尔茨呼吁德国企业不要过多依赖中国 被问及中国供应的太阳能和风能的重要组成部件时 肖尔茨声称 无论在供应链还是出口问题上 都应该依靠多个合作伙伴 即使一个供应商能够提供特别便宜的产品 企业也应该寻找多个合作伙伴 实际上 早在2020年前 德国就已经出现减少对华依赖的声音 其导火索就是疫情中 德国对中国医疗物资的依赖 俄乌冲突也让德国担心 在其他领域过于依赖中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所所长崔洪健告诉记者 德国最近的确有一些言论 包括政府内部 想要减少对华依赖 但至少眼下 德国乃至欧洲在对华经贸等领域的态度 跟美国还是不一样的 并不是以脱钩为方向 而是多元化 德国政府所谓减少对华依赖 还只停留在口头 尚没有付诸行动 即便以后有了具体措施 也不太可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干预 比如德国政府以后可能会减少对企业向中国投资的支持 让企业自己考虑背后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 到目前为止 德国政客们的呼吁似乎收效甚微 德国《世界报》13日称 2022年上半年 德国从中国的进口同比增长46% 德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额为创纪录的100亿欧元 德意志银行CEO泽温最近也强调 所有在DAX上市的企业超过10%的销售额来自中国 中国是我们经济的基石 前两天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高调宣布 计划再次向中国市场砸下巨资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视台RFI报道 巴斯夫表示计划到2030年 向中国广东湛江投资100亿欧元 该集团位于当地的首家工厂 将是一个超级项目 每年将生产6万吨塑胶化合物 据悉 这是多年来德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投下的最大一笔投资 其实不光巴斯夫这样的化工巨头 愿为中国投下种资 德国汽车公司也普遍看好中国市场 一直被外界逼迫离开中国的大众汽车 前不久公开表示会继续留在中国 而巴斯夫的做法比大众更进一步 其不但留在中国 还要大举追加投资 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 巴斯夫要做出这样的重大决定并不容易 因为其不但受到美国政府的打压 也难逃德国国内的舆论攻击 即使如此 巴斯夫也没改变其投资计划 这说明中国市场对德企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中国的一些优势无可替代 如果在放眼全球 对比一下近期欧洲 亚洲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会更加理解巴斯夫集团的选择 首先 中国基础设施完善 产业结构齐全 远非周边各国可比 这两年外资迁往东南亚 印度的报道层出不穷 但当下能够搬迁撤离的多属于一些加工组装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像德企偏重于汽车 化工行业 对基础设施 生产技术 工人素质要求较高 对撤离的兴趣不大 所以德企不但没有为中国产业升级中的阵痛所烦恼 反而会从中受益 德国戴勒姆董事会主席 近日向德国世界报强调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表示过去十年中最大的增长故事都发生在中国 该公司在中国完成了超三分之一的销售额 如果让德国经济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运行 那是一个幻想 可以说尽管德国舆论总是被美国人左右 但德国企业界整体上是务实的 一些深耕中国市场的德企 非常了解中德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些企业没有盲从外界的忽悠 在中德关系面临考验的重要关头 做出了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的正确决定 中国社会条件的提升将帮助德国企业 更高效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离开了中国 德企将很难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找到更合适其发展模式的商业环境 所以巴斯夫抓住中国产业升级的机会 大举投资 实属明智之举 其次 俄乌冲突让德国国内的经营环境大大变差了 尽管今年德媒一直在中德关系上说三道四 但是德国的对华投资整体上出现了大幅增长 除了看好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 横扫欧洲的能源危机 严重冲击到了德企 在国内的发展 在冲突的背景下 欧美对俄罗斯展开了猛烈制裁 而俄罗斯的反击 让欧洲陷入了粮食和能源危机 德国社会无法再获得廉价稳定的天然气资源 这严重冲击了民众的生活和企业的生产活动 一些德国企业领袖早就呼吁天然气短缺 进而引进的电力短缺 将对企业生产造成致命打击 奈何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如今遭受着多重打击的德企 不由自主又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 最后 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让德企欲罢不能 曾经欧美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如今这个中心已逐渐转移到亚洲 而中国又是亚洲地区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国家 任何有全球报复的企业都不可能无视中国市场 据估计 未来全球化产品新增需求中 将有六成来自于中国 这就是巴斯夫投资中国的底层逻辑所在 对美国来说能否逼迫德国战队 是联欧反华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 然而作为德国的汽车巨头 化工巨头 相继选择中国 那意味着德国政府也不太可能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如此一来 美国人的联欧美梦就破产了 在此后 美国也将越来越难以在中德关系上指手画脚 对中国来说 巴斯夫的投资计划 出破了美国制造的一串国际谣言 巴斯夫用真金白银肯定了中国的经济成就 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对于这种脚踏实地 有心在中国市场长久发展的企业 中国一向都十分欢迎 中方已多次公开表明 中国将继续保持改革开放 参与全球经济合作 中国欢迎全世界的投资者前来投资创业 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相信在越来越广泛的中外合作中 中国经济必将赢得更大的发展 9月9日 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路透社记者提问 有报道称 德国经济部将采取措施降低对华依赖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我不掌握你说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说的属实的话 我只能说德国的有关措施毫无逻辑 非常荒谬 这些措施 无论对德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还是中德务实合作都没有任何好处 毛宁的话说得非常清楚 德国如果真那么做 完全可以用毫无逻辑非常荒谬来形容 因为完全无法理解 也没有理由 德国那么做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毛宁指出 过去50年来 中德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 推进经贸合作 尽管面对众多的不利条件 今年1至7月 中德的双边贸易和投资都保持了增长 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 是市场规模和商业决策的结果 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 而且 以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还会在乎这一点 毛宁强调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缓 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改变 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改变 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也不会变 我也相信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只会越来越大 毛宁意思很明确 你德国无论怎么选择 都对中国吸引外资没有什么影响 你德国不来 自然有人来 中国的表态是免你藏真 也是非常有底气和自信的表现 之所以如此表现 是因为中国明白 其实 无论西方国家如何作妖 对中国的影响都不会很大 而且自己作妖对自己影响大 我又何必在乎你呢 而且 中国市场就在那里 你今天不来 看着别人赚钱 明天也会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对 吗 对 感谢观看